然后呢 首先呢 是这样 我们呢 不在这个里面 就是 我们大概介绍几个 这个reactive 就是能够使用的这个空间吧 OK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把整个系统都调通了 那么然后呢 这里面说一点 我们先介绍三个这样的组件 这个组件呢 有text,view和stylesheet 这里面要说一点 reactive在写的时候 并不是可以把html标签写进去 它一定是非html标签 所以我这有一句标红 就是坚决不允许在rn中写html标签 这一定是不允许的 就是你写reactive native第一天 这句话让我永远记住 我在每一篇我都写了这行 那么来讲呢 当然它有些东西类似 比如text 它相当于html里的p标签 view相当于 这个相当于就是你感觉啊 反正它大概差不多 用法你看感觉也差不多 它相当于这个html的div标签 然后stylesheet呢 相当于这个设置样式 OK 那么在这呢 我们来做几个这个相应的练习 然后来看一下 然后在这的话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件 新建一个文件夹叫app app这个底下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叫component pont pont 然后在这呢 我们新建一个 叫做demo 这是第几个例子了 我看一下 第三个 好 我们就叫03了 这个大家未来这个会容易去处理 03.js 好 那么在这里边呢 首先来讲 我们讲如果你要写一个东西 你去应该去怎么引啊 也是这些东西 首先react要引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你做的是react的东西吗 然后除了react要引以外呢 那第二个呢 我们还要引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引刚才说的这个 有两个 因为所有的标签必须都引进来 tax view view ok 然后from什么 from这个东西是react native ok 我们把它引完了以后 底下来讲 我们会开始class demo 03 extend extend 然后react. component 然后是constructor 又是我们老一套的东西了 props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跟原来写的好像差不多 super 这是props props 这做完了以后 render 好 那么render底下那return 然后在这底下 我们要写啥 原来我们在这开始写div了 对吧 所以底下你要一定抑制住这种冲动 你不能那么写 你想写div的时候 好 你可以写个view 是吧 你可以写个view 你写完view以后的话呢 然后在这里边呢 那我们要写一行text 就相当于p标签 那么是-text 好 那我们管这个叫隔壁 Hello 我是隔壁王校长 再来一行 text abcd e 12345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个啥个情况 好 text写完 写完以后啊 你这是个demo 然后这个呃 首先这个地方要export 呃 default 然后呢 demo 03 对吧 要把它反过去 好 把它反过去以后 那么在刚才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引它了 对吧 我们必须得引一下吧 那么我们怎么引 import 然后这个地方是 我们获得demo 03 然后from谁 点杠 app 杠 components 然后杠 demo03 对吧 然后别忘了写分号 OK 然后这个里边怎么做 这个刚才这有一个instruction 我把上面这两行保留 太占地方了 因为我是demo嘛 03 对吗 我们看一下啊 好 这个东西出来了 我们 double 好 哈喽 我是隔壁王校长 ABCDE 12345 现在已经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我觉得这样这么写实在是太单调了 这个 我想在里边加点这个style 你正常来讲在html里怎么加 你在这还是有这个冲动的 对吧 你在这想把它改成h1对吗 对不起 这个绝对不成 那么如果这个不成怎么办 我在这 首先我可以用一个方法写一个style进去 style等于 这个地方呢 比如我刚才我想把它变成一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大写的 那我只能调字体和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刚才不要h1嘛 我就调方size就完了 我是30 好吧 那么底下这个呢 我可能比如说我想调一红色出来 好 那么是style 等于 嗯 color color 然后是red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呃 哎 红色没出来 红色写错了吗 还是他不接受这个东西 嗯 color 嗯 啊 不是他不接受 他可能不接受吗 这就就是这样写错了 行了 这个就这么着吧 好 那么一个变成了红色 一个变成了大写 OK 那么说到这儿呢 底下呢 我们会说 哎 那我们原来这个里边是可以用class的 那么我现在 呃 能不能用class啊 嗯 可以 那么怎么弄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style sheet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首先要引他一下 import 其实搁在这里就可以啊 搁在这里就可以 叫 大写啊 style s-h-e-e-t style sheet 然后在这儿完事了以后 我们在外边首先要let mystyle 然后等于 等于这是style ty style sheet 这是一个构道函数 呃呃呃呃这 他不直接create 不是构道函数 然后呢 在这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开始定义若干个对象 第一个 这里面就是类名了 比如第一个是 我们叫myclass1 那么这个东西 要本你要写的 比如fontsize30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我可能还要加个颜色 green 那么这的话 我就不需要再写 像内联的这样写 我可以把上面这个当 当类名来用 就直接写mystyle 点 myclass1 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OK 它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可以当类来用 那么你底下呢 还可以再搞一个 myclass2 这个呢 我们把底下这个color 你记住这不是css 这是个必须是个javascript的对象 所以该打 该打引号打引号 是mystyle.myclass2 那你看一下 对吧 还是这样 没有问题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啊 这个题目三 我们已经 这个里面我们学会了这么几个 呃 相应的这么几个东西吧 就是其实 会写字啊 然后容器也有了 然后style sheet 这个也OK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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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